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76天 祷告的力量 五年前 在五旬节周日的前一周 大主教贾斯汀·威尔比和皮特·格莱格 不间断祷告运动的发起人 号召成千上万的英国基督徒 他们来自各个宗派和教会 一起为世界宣教运动祷告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全世界各大教堂教会 每年都会在五旬节周末 举行灯塔活动 这也是五旬节庆祝活动的顶点 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汀·威尔比 请求大家为以下三件事祷告 每一位信徒都能在耶稣基督里 找到新生命 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能见证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 主与基督徒同在的大能 在教会中满意 皮特格莱格如此形容 这个全国性的祷告活动 一个从普通民众中崛起的 具有海啸般力量的运动 他说 当他听到一个男孩 为他的五个好朋友祷告时 格外感动 后来其中三人已经成为了基督徒 祷告是灵魂的养料 就像身体需要食物 灵魂也需要滋养 祷告可以改变人 圣经还告诉我们 祷告大有能力 斯布珍曾说 祷告就像神经 它虽然很浅细 但却可以控制全身肌肉 祷告具有改变环境 改变他人 甚至改变历史的大能 真言十五章 二十一到三十节 祷告改变环境 神却听一人的祷告 祷告能够改变事件走向 耶和华远离恶人 却听义人的祷告 真言的作者告诉我们 义就是按正直而行 听取建议 说纯净的良言 义人会以祷告的心 来思量如何回答他人 因为基督 所有信徒都被称为义人 因此神灵听你的祷告 祷告和预先计划并不冲突 在跟神交流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听取其他人的意见 不嫌商议所谋无效 谋事众多所谋乃成 你将把祝福带到所在之地 因为你眼有光 使心喜乐 你所传播的好信息 使骨滋润 主啊 感谢你 你无数次回应了我的祷告 主啊 今天我要祈求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十六章 十六到四十节 祷告改变人心 初代教会 为什么充满能力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 祷告 第一 按时祷告 本段经文显明 祷告是初代信徒的生活习惯 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信徒们不但独自祷告 也常聚在一起祷告 第二 奉耶稣的名祷告 基督徒的祷告 大有功效 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 而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在菲利比 有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 到处尾随保罗 其实 这女人是因为参与异教膜拜 而被鬼附了身 保罗实在无法忍受 他持续不断的骚扰 便转过身来 大声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恶鬼历时就从这使女身上出来了 耶稣的名是有权柄的 与魔鬼交战的唯一武器 就是奉耶稣的名 没有任何邪灵可以与耶稣相比 耶稣已经将我们 从魔鬼的诠释中释放了出来 当然 他也完全改变了这个使女的生命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第三 在任何环境中都祷告 这女人原是奴隶 主人利用她被鬼附身的遭遇 到处骗钱 主人对保罗极为恼怒 因为使女失去了超能力 她也丢失了财路 于是 他们把保罗和希拉绑起来 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市上去 又带到官长面前 又煽动群众攻击他们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但我们把真理带到黑暗中时 一定会遇到阻拦 也许我们的观点不受大众欢迎 甚至不合法律 但被攻击并不一定是失败的象征 这很可能表明 我们在做正确的事 面对压力 当地官长不得不宣判 保罗和希拉有罪 把他们鞭打后 就下在内奸里 两脚上了木构 狱卒见惯了充满愤怒 不断咒骂的囚犯 如今这场景 令他惊讶不已 保罗和希拉 祷告唱诗赞美神 这样的祷告和赞美 是大有能力的 菲律比地区突然发生了地震 监狱的门都被震开了 狱卒吓得要自杀 因为他以为所有犯人都会逃走 保罗本可以轻松逃脱 但他却选择留下 保罗要把基督带给这位狱卒 当保罗告诉狱卒 所有犯人都还在的时候 狱卒便问他 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传福音的时机已经到了 保罗告诉狱卒该怎样做 于是狱卒和他的全部家人 都受洗归入耶稣 信主之后 狱卒立刻改变了 他表现出极大的爱 他给保罗和希拉清洗伤口 还做饭款待他们 他和他的家人都被喜乐充满 狱卒愿意公开承认 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后来 这些人都成了 菲利比教会的核心童工 这一系列事件都是超自然的 当人传福音时 神就在背后行奇妙大事 以证明这福音是真的 最后 官长不得不向保罗和希拉道歉 声称他事先并不知道 这二人是罗马公民 并承认囚禁鞭打他们 是不合法的 柴役把这话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纳城 二人出了间 往吕迪亚家里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祷告不但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还能改变环境 改变他人的生命 主啊 请帮助我们 更像初代教会的信徒 帮助我们能够定期 聚在一处祷告 感谢你 耶稣的名大有能力 主啊 愿我们能用祷告和敬拜 来拖住事工 旧约圣经 列王纪上 十四章二十一节 到十六章第七节 祷告改变历史 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然过去 但祷告能让尚未发生的事 调转方向 列王纪记录了以色列的历史 其中大部分都是民风败坏 社会混乱 人民自相残杀 这着实令人哀叹 一次又一次 百姓在神眼前行恶 犯罪 以色列人在秋潭行淫乱 举行肮脏邪恶的宗教仪式 他们还自相残杀 犹大和以色列之间战乱不断 几乎所有王 都未能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但也有例外 比如亚撒 他效法他祖大卫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从国中除去鸾桶 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在这样的混乱时期 我们仍然看到了希望 然而 耶和华他的神 因大卫的缘故 仍使他在耶路撒冷 有灯光 叫他儿子 接续他做王 兼立耶路撒冷 因为大卫 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大卫虽早已离世 但他的影响波及后代 几代人过去了 神仍然履行他对大卫的承诺 神曾对大卫说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大卫当时是这样祷告的 耶和华神啊 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人永远遵你的名为大 说 万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 这样 你仆人大卫的家 必在你面前建立 神垂听了大卫的祷告 可以说 大卫的祷告改变了历史 大卫一生秉行公义 除了在赫人乌利亚身上犯了罪 新约告诉我们 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 都比大卫更有福 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 你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 神垂听义人的祷告 因此 你奉耶稣之名的祷告 也能改变历史 主啊 求你翻转我们的城市和国家 让它回转向你 请你兴起那些全心爱你的人 赐给我们正直公义 勇于铲除邪恶 建立公平秩序的领袖和政治家 佩伯的补充 所罗门也许是世上最聪明的人 但他却不是一位好父亲 他理应按照自己所写的话行 照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书二十二章六节 今日金句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也就是